第五題他說圓歐外有一個點A 好圓歐外那我們就畫一個圓圈圈 點在這邊有一個點這個叫做A 那他說A到圓心歐的距離 到圓心歐的距離叫做10 OK所以這裡到這裡的長度他說叫做10 然後呢圓歐內1.b 到圓心歐的距離歐b線段叫做6 好圓歐內有一個點b 那b到圓心歐的距離叫做6 這個叫做b 然後呢這個的長度他叫做6 他叫做6記得剛剛說這裡叫做10 那他說圓歐半徑長r的可能範圍是多少 記得喔我的半徑我的半徑因為ob其實不到半徑 所以我的半徑絕對比6還長所以他一定大於6 那A是在圓外的一點 所以我們的半徑一定會比10還要小 所以半徑其實就接在6到10之間 然後呢 然後呢 谢谢大家